为了提供新人多元且客资化的选择 高雄市一家饭店结合30间婚礼相关厂商 举办婚礼体验日 除了提供新人更多婚礼咨询外 现场也邀请模特儿进行婚纱走秀 其中一位模特儿即将踏上红毯 大方的跟新人分享资讯 一块来看看 甜甜的笑容 性感的造型 模特儿穿着蕾丝白纱灯台走秀 散发出新嫁娘的幸福喜悦 其中模特儿温娜 仙气身材搭配华丽裸纱 呈现的美感 不知道有多少女孩梦寐以求 如今她和其他新人一样 即将踏上红毯 对婚礼及婚纱挑选 可是有一套独特看法 自助式婚纱的话 最重要的是他们有很多创意 像市装的那一天就有很多那种裙摆 是非常特殊制造的 就是比较有个人特色 自助婚纱的好处是在这里 而且又可以节省很多时间麻烦跟金钱 所以我还蛮喜欢自助婚纱的 不追逐大型婚纱公司 温娜认为自助婚纱里的礼服更具特色 更能符合要求 也正因为新人越来越讲求客制化 高雄市这间饭店 特别结合三十间婚礼厂商 为新人打造婚礼体验日 实际了解婚嫁过程的需求及规划 我们希望说能够以一个最大的平台 然后提供给所有的婚纱业者 让所有的婚纱业者 能够借由这个大的平台 提供最优惠的一个价格 跟最实惠的一个概念 给我们所有的新人 不仅帮新人省钱省时间 还找来婚礼达人及彩妆达人 教导新人如何美美地走上红毯的另一端 快接近婚期的时候 千万不要去做什么蕾色 或者是玩脸的动作 因为避免过敏然后敏感 然后要一段时间修复的时候 你在婚期的时候 就可能会面临到 就是皮肤会有过敏的问题 两方之间的沟通很重要 你一定要很明确地告诉业者你的需求 那业者是不是能够符合你的需求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因为现在的新人 其实也有很多自己的相伴 所以我觉得 你自己本身做功课很重要 从选择婚礼小物创意喜帖 到拍摄婚纱 饭店菜色 主办单位提供一个大平台 以次满足新人需求 透过一业结盟共享经济的概念 在婚礼市场中创造更大的商机 港督新闻聆听杨红静怡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周刁钢